浪姐5 欺负谢金燕是老女人 跪舔尚文杰 吹牛自己朋友变天下的和杰到底有多少黑料 在浪姐上期节目中 和杰以高元气融分榜首 大令人意外的是 大幕区却充斥着一片呵呵之身 这种微妙的氛围似乎让人摸不着头脑 网友们纷纷惊讶不已 是不是换剧本啦 他怎么可能排在第一位 他的实力或者运气究竟好在哪里呢 这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实际上 就实力而言 和杰不仅在唱歌方面表现出色 跳舞也堪称一流 是一位全能的选手 因此 他也成为了本次浪姐成团中的热门人选 最近几周 他在舞台上的表现并不突出 鲜少展现出令人眼前一亮的瞬间 每次的成绩都显得有些暗赞 未能达到预期的高度 他的节目人员出色 却是为此起到了不小的助力 大家喜欢他 乐于与他交流 这种良好的互动关系 无意为他的节目分色不少 吸引了更多观众的关注 他似乎总是难以融入大家 所以每次分组的时候 他总是处于被动的一方 无法掌握主动权 这种情况让他感到有些无奈和失落 上次和尚文杰发声称之后 他在节目中调谈道 我罪朋友众多 但对你尚文杰 我却是真心相待 如同忠实的粉丝 言之间既显获达又不失分趣 倘若和杰真像他所说的那样 拥有众多朋友 那么他的生活定是分布多彩 充满欢声笑语 他的社交圈子广泛 总能结识到各种有趣的人 使得生活充满乐趣 在浪姐节目中 为何他似乎成了众史之地 大家都对他心神不满 究竟是何原因导致了这样的局面呢 实在令人费解 尚文杰与何杰发生争吵 众人对此纷纷关注 随后的报道陆续出现 两方军未对此事发表更多言论 事件的真相仍有待揭晓 在之前的节目中 尚文杰和何杰在选择环节上 发生了一些分极 两人对于歌曲的选择和诠释各有看法 导致气氛一度有些紧张 不过 这也是比赛中的常态 大家都为了各自的目标而努力 何杰毫不犹豫地 拎起包就走了 留下了一脸猛然的队友和众多网友 这个突然的举动让人措手不及 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猜测 大家都好奇得很 他们俩之前是不是有什么过节呢 有没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小插曲 让他们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 他们同在一个组里 这次发生了些小摩擦 接下来 他们该如何和平共处呢 是不是应该多沟通 理解对方 互相包容 让关系更加融洽 这样或许能更好的合作 在接下来的芒果台节目中 我们即将揭晓这个谜团 究竟是什么呢 请大家锁定频道 一同揭晓答案 共同见证这激动连心的时刻 两人虽然表面上似乎已经和解 但那场和解的氛围实在让人感到有些不自在 彼此之间的尴尬几乎一一言表 整个场景都透露着一种不自然的和谐 在信念中 各有突发奇想 建议和解和尚文杰一起跳舞 这个提议既有趣又新颖 让大家眼前一亮 期待看到这两位队友在舞蹈中展现出不一样的分采 和解微笑着晚间了 他幽默地形容自己就像一只执着的舔狗 这样的说法既生动又贴切 让人忍惧不惊 也体现了他的率真与坦诚 在大家一起享受美食的时候 留言总是能迅速找到话题的嵌入点 再次引领了聊天的月潮 让整个餐桌的气氛都活跃了起来 他赞扬尚文杰性格温和 极少对人发货 他的好脾气让人印象深刻 仿佛总是带着一股宁静的力量 让人在相处中感到轻松与愉悦 尚文杰表示 他更倾向于在亲密无间的家人和朋友面前 毫无保留地展现自己的真实情感 这样的他更显得真实而温暖 在和一些关系并不特别亲密的人相处时 我们通常会保持平和的心态 不会轻易动怒 因为我们懂得用平和的态度去交流 才是为之良好关系的关键 听到咒尔 和解心理就急切起来 忍不住直接开口道 我真的有点等不及了 想听听接下来的内容 你们快继续说吧 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期待和好奇 尚文杰 我得说 他确实是我遇到过最不易亲近的朋友 我们之间似乎总有些难以愉悦的鸿沟 让我难以与他真正建立起深厚的友情 每次遇见他 我都很想走过去跟他打个招呼 希望能成为朋友 但每次都感觉很难 就像面对一堵无法逾越的墙 总是难以接近 此刻 尚文杰的脸上露出了些许尴尬的神情 他努力调整自己的表情 尽量保持微笑 试图缓解这尴尬的氛围 让场面变得不那么紧张 和解接着分享道 我个性开朗 杰式朋友并不难 朋友也确实很多 不过说来也怪 尽管我朋友圈广 却怎么也结识不到尚文杰此言一出 屏幕上立刻不满了呵呵的回复 大家似乎对此并不买账 气氛瞬间变得有些尴尬 但又不是为一种独特的交流方式 大家都清楚 和解参加的节目 总是伴随着一些争议 不论是哪个节目 只要有它出现 总会引发一些话题和讨论 瞧瞧这样的人 居然自诩朋友变天下 真是让人大跌眼镜 不知道他哪里来的自信 估计就是吹牛不打草稿吧 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尚文杰其实更倾向于保持沉默 不过既然对方这么坚决的想要一个答案 他也只好给和解一个缓和的机会 算是给了对方一个台阶下 他对和解坦言道 你知道吗 我现在和我爸见面 往往都只能说上聊聊几句 这样想想 你的感受或许会稍微好受点 我们都有各自的难处话音刚落 和解就拍了一下大腿 放声大笑起来 他说 听到那句话 他心里瞬间就感觉轻松多了 所有的反倒都好像烟笑营丧了 通过这次的对话 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 尚文杰的高情声 他巧妙地处理对话 既不显得过于张扬 又能恰到好处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让人印象深刻 和解笑着说 我的朋友们遍布色海 他的话语里透露出一份最豪和温暖 仿佛是在告诉我们 他的友情网络遍布广泛 充满了真诚与亲密 这不过是强行给尚文杰贴标签 大家似乎在无心中给他加了一个头衔 这个头衔可能并不完全符合他的实际情况 但却让人印象深刻 他选择不和我交朋友 这更多是他性格的一种体现 而非我自身的不足 毕竟我身边的朋友众多 我并不孤单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我尊重他的决定 网友们纷纷表达 那句话真的挺招人烦的 或许他对朋友这个词的理解和我们不太一样 可能有些偏差吧 真正拥有众多朋友的人 往往不会常把朋友变天下挂在嘴边 他们更懂得真正的友情无需庄扬 而是深深扎根于彼此的心中 默默陪伴 共度分裕 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 越是缺少的东西 越容易成为我们强调的焦点 这其实也反映了人们内心的一种需求和追求 让我们更加珍惜和追求那些看似缺失的部分 有网友指出 和解的一个显著问题在于他缺乏自我反思 经常倾向于责怪他人 习惯性的给他人贴上标签 这样的做法可能并不利于问题的真正姐姐 和解在与人相处时 总是感觉难以找到共同话题 难以达到心灵的共鸣 他在沟通中常感困惑 似乎总是难以和他人同频 郭碧婷在这个节目中的表现 确实让很多人眼前一亮 他的表现具真实又自然 让人看到了不同于以往的一面 大家纷纷对他有了新的认识和好感 原先总觉得他是个性格高冷 难以接近的女神 但接触后才发现 他其实是个温暖又亲切的人 让人忍不住想要靠近 和他成为朋友 他的魅力真是让人难以抗拒 看了节目后 我发现他的性格真是让人喜欢 他那么倾泻随和 总是那么淡定从容 既不争强也不耍心机 这样的他 真是让人忍不住 想多了解一些 他似乎能和每个人都愉快相处 但当和杰抛出话语时 他明显感到有些措手不及 那些话 他真的不知如何回应 似乎总是接不上茶 朱丹 和杰和郭碧婷三人奇迹一堂 共同为团队挑选歌曲 他们各师己见 交流着各自的喜好与想法 气氛既紧张又融洽 为团队的未来 献上了精彩的一笔 和杰分享说 朱丹真是挺聪明的 所以他来担当军师的角色 而我呢 就是给这位军师做好助手工作 一起努力把任务完成得更好 提到郭碧婷 可能你会转账的限量思考 试图找出他的过人之处 但他的魅力是那种深入骨髓的 需要你慢慢品味 继续感受的 提及郭碧婷 我们往往会用将军这个称呼 来形容他 他不仅有着将军般的尖锐与毅力 更在演艺事业上 展现了非凡的领导力与才华 令人钦佩不已 这样做就似乎带有那么一丝 可以讨好和身影捆场的味道了 这种微妙的变化 让人不禁开始 有些琢磨不透其中的意味 听到这话 郭碧婷也是一脸满圈 心里满是问号 他眨巴着眼睛 看着对方 似乎想从对方的脸上找出答案 但又似乎什么都看不出来 很明显 他和郭碧婷之间缺乏共同话题 很难达到默契 两人似乎难以在同一频道上交流 使得彼此之间的互动显得有些生硬 七位对和杰的稍显冷淡 或许间接反映出 和杰在浪姐节目中的人际交往状况 并不尽如人意 似乎他的人缘有待提升 七位因其情商高而备受赞誉 他总能用恰当的话语打动连心 无论是在私下聚会还是公开场合 他总能以真诚的态度和巧妙的语言语言交流 让人感受到他的魅力 他似乎与不少实力出众的姐姐都有过合作的经历 包括那些如流星 陈丽金等在各自领域表现出色的姐姐们 合作经验相当丰富 每次七位组团时 他总是会倾向于选择唱片舞台 他的选择总是充满活力与激情 使得每一次的表演都充满看点 让人难以忘怀 通常来说 如果和解邀请他一起组队 他应该很难拒绝 毕竟和解在唱跳方面确实实力非凡 是个值得合作的伙伴 当三公组队时 和解走进七位热心的自荐加入 然而七位似乎并未被打动 只是淡淡的看了他一眼 便转身继续与其他队员交流 和解表示他的朋友遍布各地 但私下里具体的情况 我们无从得知 他的朋友圈是否如他所说那般广泛 只有他自己清楚 尽管从荧幕呈现来看 他似乎并未获得广大观众的热烈喜爱 不过 这并不影响我们客观地看待他的表现 毕竟每个人对角色的喜好都有所不同 所谓的好人员在现实中遭遇挫折 原来人们的看法并非总是如你所愿 你也许以为自己很受欢迎 但现实却常常给出不同的答案 每次组队环节 我们都能观察到 姐姐们在选人时 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交情的影响 这种默契的选择 让组队过程充满了生活的真实与温暖 看看上次组队时 苗苗和郭碧亭两人手牵手 走哪都在一起 简直形影不离 这次再见 他们依然如此亲密 真是让人羡慕的一对好朋友啊 他甚至说出了这样一句可爱 又带点幼稚的话 如果他们不选你 那我就要哭鼻子喽 让人远近不惊 仿佛看到了他纯真的心 此外我们还看到了柳妍和萨鼎鼎的精彩表现 以及韩雪和乔伊斯带来的惊喜 他们的表演各有特色 让人眼前一亮难以忘怀 经过一次愉快的合作 我们彼此更加了解 之后我们总是默契的组队 共同面对挑战 互相扶持 共同成长 这样的合作 让我们感到更加愉快和充实 在浪姐这几期节目中 姐姐们纷纷结交了亲密无间的朋友 他们彼此关爱相互扶持 用心灵深处的默契和感动 共同书写着有意的美好篇章 然而和杰却总是独自一人 显得有些孤单 他身边总是缺少陪伴 独自面对生活的典力 让人感到有些心坎 希望他们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其实在义工的时候 有人和他关系十分融洽 像万尼达就是其中之一 他们彼此间的相处自然 愉快 让人感受到深厚的友情 他们俩真是一队有趣的人 都特别喜欢交朋友 总能和人打成一片 身高也相当 站在一起就像两棵挺拔的小树 真是引人注目的一队 在训练期间 和杰对队员们的表现有些不满 脸上不禁露出严肃的表情 甚至有些生气 他希望队员们能够更专注 发挥出更好的状态 当其他队员都选择沉默时 万尼达好不犹豫地走到和杰身边 即以他最及时的安慰 让他的情绪得到了平复 他的举动充满了关怀和温暖 让人被感欣慰 原本按照常理 两人应该能够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随着时间的退役 我们逐渐发现 他们并没有成为亲密无间的朋友 万尼达和姐姐们在一起时 总是显得特别开心和自在 仿佛找到了真正的自我 他就像大家的开心果 总能给周围的人带来欢乐和轻松的氛围 每次和和杰交谈时 我总是格外注意言辞 尽可能客气地表达 生怕一不小心就得罪了他 我始终保持着礼貌和尊重 确保对话氛围和谐融洽 在第三次公演之前 和杰与组员们齐聚宿舍 进行了一次深入交流 大家坦诚相待 分享彼此的心声和感受 分为温馨而融洽 为接下来的舞台演出增添了更多的动力 这次交谈中 大家意外地发现了一个秘密 原来他与柳妍早已相识多年 是彼此间的老友 这一发现 让大家不禁对他们之间的友情 产生了更多好奇 不过从节目中看来 他们的互动并不那么亲密 难以察觉他们之间的友情有多深 或许是镜头前的保留 或是他们独特的相处方式 总之 关系似乎并不如外界所想象的那么亲近 何杰和尚文杰间出现了矛盾 看看柳妍的表情 一眼就能瞧出 他显然是偏向尚文杰这边的 整个氛围里 他的态度一目了然 让人无需多言 不少网友分享说 如果真的在日常生活里 遇见了像他这样的人 恐怕大多数人都会选择保持距离 以免惹上不必要的麻烦 他的性格和行为 确实让人有些难以接近 他情绪波动大的惊人 仿佛一颗难以预测的炸弹 不知何时就会突然引爆 这让人难以捉摸 总是小心翼翼 深怕触碰到他的敏感垫 因此 尽管他工作能力出色 但大家仍选择保持距离 不想深交 毕竟 与这种性格的人相处 总是让人感到疲惫不堪 还是保持适当的距离 更为舒适 许多人觉得和杰 就是性格决定命运的典型例子 原本他有着光明的前途 可最终却因为自己的性格选择 让这些机会一一溜走 让人惋惜 现在想要再次走红 绝非易事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 想要重回巅峰 不仅需要实力与才华 更需要运气和机遇的加持 每一步都需要谨慎前行 不容有失 虽然已经年近四十 但他的心态 似乎还停留在青春时期 总是习惯性的以自我为中心 缺乏成熟的心智 去理解和体谅他人 在娱乐圈实力不可或缺 但同样关键的还有道德和品性 这些品质犹如基石 支撑着艺人的成长与发展 使其更受观众喜爱与尊重 众喜爱与尊重 众喜爱与尊重